說到天雨陸滑危險這個部分 我們可以講到說台灣 像是我們可能有颱風天 或這是超級大豪雨的時候 政府就會發警戒 民眾不可以上山 或者你不可以靠近海邊 因為很危險 那麼大陸有嗎 像這次他發了黃色警戒 民眾還是可以讓自由來去嗎 他這一塊其實大陸 他官方對於這種天然災害 其實他都會發 但是其實黃色警戒 其實還不到就是說你 完全都不能出去 可能就是出去要很小心這樣子而已 對 那這一塊其實也涉及到 我是覺得說大家出去旅遊 我總會想說這輩子 可能就來這一次 那都會想說能夠看就看 就刻意去忽略了天氣的因素 那我是覺得說我們自己顧好 但是你不能排除就是說 我們剛剛提到的就是 就是有些人他的駕駛習慣不好 他導致了 間接導致了 我們講這種翻車的這種意外 這個也不能排除 所以我覺得這一塊反而是 國人出國旅遊 在安全上是要注意一點 的確是如此 其實我們常常講一句俗話 就是開開心心的出門 安安全全的回家 那麼希望真是未來 我們大家都可以注意到 安全這一塊部分 畢竟命真的是非常的珍貴 真的是有命以後才有得完 謝謝克倫幫我們做了分析 謝謝